能人还有一位在山西平遥 他是一位手艺人最近可火了 他只需要一根树枝 一团泥吧 在手里这么一捏搓揉克 就能创作出一个活灵活现的泥塑人像 连表情都几乎一样 网友说了 这是让泥土瞬间有了灵魂啊 捏泥塑的手艺人叫做张荣 是山西平遥泥人雕塑记忆的 非遗传承人 你知道吗 在网上火了之后 很多人大老远的慕名而来 去看看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也属于复制粘贴了 张荣一个80后手艺人 却已经和泥巴打了30多年交道 他说捏得像的诀窍 不在于抓形 而在于补神 尤其是眼神 那是泥塑人物的灵魂 张荣这组以平遥县衙 为主题的泥塑作品中 共有县太爷 师爷 补快 衙役 地主老财和老百姓 13个人物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 制作的时候 每个人物的表情 动作 我们都是有一些原型 就像这个事业 他不惊不喜 不悲不怒 他就遇上了再艰苦的事情 他心里头也特别平和 就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塑造 他利用了夸张 极致夸张的一种手法来去创作 对张荣来说 把泥塑和人物肖像结合 将传统手艺通过网络来传播 这是他想为这门手艺注入的新活力 我们把这个手艺来 做得比较有创意 有个性一些 然后更好地把这个手艺来传播和传承下去 让人来更多地了解非议和认识非议 我们把这个手艺来传承下去